是不是你痛了 是不是 这一吼猴出的女儿的痛心 这只2019年的微电影 主题围绕在妇女温馨期 当时挑上感情超好的龙绍华和女儿 陈选眼秋 而这也是两人的同框处女秀 像因为拍招谋动态 正确六天前才在IG发出爸爸的背影照 但爱女承知的龙绍华 如今却再也无法和女儿同台标系 不知家人难以置信 陈逐芳也在FB哀痛发文 说戏中孙子儿子和老公都相近离世 要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身体 龙绍华牵着王乐妍的手 如同慈父般在叮咛事情 王乐妍哀痛说 没想到第一次和龙绍华合作 却成为最后一次 回想开拍前 龙绍华还特别花两天时间 和他培养感情 对待后生晚辈 丝毫没有资深大牌的价值 同样演过龙绍华女儿的 严正兰也在FB一连发了八张照片 说龙哥永远时髦帅气 真的还想再一起拍更多戏 而从女儿演到老婆的苗可丽 同时间也发文哀悼 表示龙绍华是永远的最佳男主角 龙绍华走得太突然 严顺好友哀痛悼念 希望他一路好走 但也期盼龙绍华幽默风趣的形象 还是能继续带给社会正能量 把新闻综合报道 名称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名称新闻的 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